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216票里面的成分里面 是包含了民主党加上共和党 但这一次提议要罢免他的是共和党的人 就是这一位盖茲 以盖茲为首的八个人共和党及右派 其实他们就是叫做川派 川系的这一个议员 他们不满麦卡锡在为大幅削减开支的情况之下 通过了新的拨款法案 避免美国政府关门愤而提起了罢免的动议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导向 你明明是共和党的 你怎么可以导向帮民主党呢 因为这一次共和党 其实就是川普就喊出来说 就让美国的政府关门 所以所有的共和党人是要阻挡 这样子就是等于说 赶快有这种拨款法案的事情 那结果麦卡锡跟他们妥协 所以才有延长续命了45天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奋而提出说 那我要来罢免你 那所以那时候他说他要提出罢免 然后结果麦卡锡也很强硬 就说好啊 你就去提啊 然后结果想不到盖茲更强硬 他就说我已经交出去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他一个人提就可以过 其实这个时间又要回到这15轮 这个麦卡锡 他其实是在15轮投票之后 才勉强当上议长 当时就是因为盖茲为首的川系议员 他们不愿意支持麦卡锡 所以这15轮就是因为他们 因为民主党共和党的票非常的接近 所以他们全部都一直不投给麦卡锡 那所以麦卡锡就一直不过一直不过 一直反复投 反复投 反复投 投到15轮 他们这些人投下这一个弃权票 所以才让这一个麦卡锡 勉强过了这个门款 所以之前就已经结下了梁子了 因为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那个以前川普的川粉们 去攻占的国会的时候 麦卡锡当时支持 就是国会要做宫廷会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你不是纯正的真川粉 真川系的议员 所以他们这些人一直都很不爽麦卡锡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麦卡锡终于终于是被他们给搞走了 那现在这个麦卡锡好像很落寞 落寞低着头这样离开了这个 等于说不能担任议长了 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讲法 好尴尬了 就是当了十个月之后结果拜拜了 像共和党团说 不知道下部要怎么做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是挺麦卡锡 但是只要少数人造反 就能够让众院混乱 那其实这个少数人指的是这个川普 这个所谓的川系这几位 那川普哪怕出来讲说 其实我没有讨厌麦卡锡 但是他们就讲说 我不管你怎么说 我们对于麦卡锡 我们就是不会让步 所以现在这个连川系议员 川普都管不住他们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民主党为什么又会去支持 这一次共和党提出的罢免案呢 明明共和党这一次 麦卡锡不是也去帮忙了他吗 那共和党怎么见死不救呢 他们就说 本来也是想说 是不是要这个去帮忙的 那麦卡锡因为提出 你弹劾了拜登 所以也有这个结下粮子 所以民主党就想说 既然共和党提了 那算了 兔死狗棚好了 我们就顺便 顺势就帮忙一下 共和党就把麦卡锡 也给罢免掉了 所以这个感觉上面 麦卡锡真的是两边得罪 感觉自找就是被罢免 那他现在变成了史上 这个美国史上首位 被罢免的议长 接下来谁会来接班呢 10月10号会讨论 麦卡锡的继任人选 11号会来选 这个新任的议长 结果现在临时议长呢 上任之后呢 他就立刻做了一件事情 把裴洛西赶出了办公室 这很奇怪 这个两位这个前议长的下场 都是这个样子 裴洛西就讲说 没关系啊 办公室空间对我来说不重要 那对他们来说似乎很重要 我们就看到上面有这个图 就是他连这个 他在放假 他正在加州参加朋友丧礼 没有办法移动自己的物品 所以临时议长就贴新派的工作人员 就把他的这个电视机啊 什么通通都搬空了 所以美国要斗起来 真是斗得很凶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这几位也都跟台湾有一些连结 比方说这个麦卡锡呢 之前就标榜着这个抗中友台 那我们还有这个菜卖会 才在四月份才刚举行 那另外这个裴洛西 不是去年也才刚来台湾吗 难道台湾有神秘的力量 就让这个这两位议长 快速的都就离开了 这个议长的位置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看抗中同盟 现在加拿大跟印度 真的是彻底翻脸 现在印度直接要求 41位住印的外交官 就是加拿大的外交官 你必须在10月10号前 要撤出这41名 目前大概是有62名 他说否则就要取消掉 他们的外交豁免权 杜鲁道就赶快讲说 我无意让事态升级 可是就是沃泰华跟德里 这场争吵之中 这一名习客教的领袖 在加拿大被暗杀 这个杜哈 苏哈杜内克 他是一位习客教的领袖 那遭到印度的警方通缉之后 逃到了加拿大 但是却在加拿大这边 遭到枪杀 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些 相关的这种 美国媒体跟杜鲁道 好像都不提这件事情 那我们看看现在 后续的影响是什么呢 因为印度 就是现在加拿大是印度 扁豆主要的出口国 那所以现在2022年 加拿大出口了48.5吨的 扁豆到印度 估计占了扁豆的进口 总量一半以上 那因为扁豆是印度 咖喱主要的原料 现在因着他们 现在这个进口的这种恶化 所以他们已经限制了相关的贸易 所以印度的这个印度 他们可能已经连咖喱都可能有点吃不到了 因为没有扁豆 所以现在改向这个五眼联盟的澳洲来购买 更对的扁豆 然后也要跟这个加拿大杠到底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杰老师 对 我觉得麦卡锡被罢名 我觉得90%他自己要负责 对 因为他基本上 他应该是要忠于共和党 在重要表决的时候 他不能在党内有 还有强烈反对声音的时候 就竞赴表决 而且这个议案是对反对党的执政 政府有利的 这是政治上严重的错误 对 他把自己 这个党内的反对声音要踩下去 而且这个作为显然是不得到 这个被踩下去的共和党里面的 比较这些反对的议员的支持 这个手法非常粗暴 而且他基本上是 让拜登政府去解困 他们在这个 事实上的话在参议院的话 基本上现在是222对212 共和党虽然领先不多 可是还是有10票的优先领先 所以在这个重大议案的时候 他不顾党内的反对 就直接跟这个反对党妥协 所以这个是他政治判断的一个 我觉得是他本身这个判断就有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从技术上来讲的话 这个他党内的同志宣布要 罢免他的时候 他还居然吐出狂言 他说你们来试试看 我有把握你们不会成功的 不会成功的 他可能是期盼 里面有一些民主党的人会跑票 会跑票 然后最后怎么样 让他过关 然后民主党可能不会全数 支持让他下台 那他这个估票有问题 你作为一个众议院的议长的话 你第一个你政治判断要很灵敏 你要能够自保 你这个政治判断 是你自己的位置做代价的话 这个连自保都不行 还要保护别人吗 这个就不及格 第二个你这个要付出表决 要对决的话 你要估票的话 这个众议院议长就是要会估票 你连自己的位置的票的估 你都估不准 最后一表决下台了 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是该下台了 能力不足 政治判断也不好 那个实际的技术面也不好 他那个基本面掌握不住 技术面又很差 下台是绰绰有余 因为当时他15轮 给他选上的时候 当时那个共和党里面 这些基金派就曾经说 我一个人提案就可以成案 而且你要付出表决 那个就已经让他应该要警惕了 结果在重大的表决的时候 他结果把自己的官丢掉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怎么样 就由自取 他也能力 政治判断跟能力上 无法堪持大任 下台刚刚好 刚这个杰老师有提到说这个票数 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民主党208票 结果完全没有跑票去救他的 全部都干脆送他上路了 那共和党是210票反对 所以大概只有两票的差距 那偏偏这八位 就是川系的这个共和党 是投下了赞成票 所以就变成216票 对上210票 就把这个麦卡锡给送走了 请这次我们来请教一下严老师 我觉得当然我也同意 这个介大使提到这个麦卡锡的困境 但他有一个理由就是说 为什么他会协助民主党 继续让这个政府不关门 毕竟他是加州选出来的议员 那加州是全美国仅次于华府 最多联邦政府公务员的地方 他等于是还是要照顾到 他的选民 他的这个选区 所以他还是会去强调这个 可是你老早就知道 像Gate这些人 对你老早一直是不满的 然后你当初妥协的时候 就像大使讲的 你就让他们可以 一个人可以提出罢免案 这已经是 这个是很大的妥协 你就要面临这危险 你的布局 我最记得我们台湾 以前这些算票的 立法委员投票的时候 也有一个人专门告诉你 该怎么投的 就是你要算票 要算得很精准 那结果他今天八票跑掉 那问题是 他真的搞不好以为 民主党是会来帮助他的 可是民主党 对不起 民主党虽然这一次觉得说 在这个预算案里头 算是帮了忙 他算是帮了忙 可是民主党 他也对民主党 也不是这么友善的 长期来讲 民主党搞不好就觉得说 你换下一个 我们可以 第一个愿意看到共和党更乱 乱七八糟 然后下一次 说不定 现在因为只有 刚刚讲的只有十席的差异 来回五席 我只要翻转了五六席 六席我就可以赢回多数的话 如果是按照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很有可能 就是说下一次选举 我就会赢回来 所以我看到你共和党越乱越好 特别盖茨是一个非常有争议 很令人讨厌的一个众议员 我觉得把他提出来 当然他可能是获得了川普的支持 可是我觉得他绝对不是 共和党主流派的议员 现在当然McHenry上来这一位 他也是算是台湾 算是友台的 就台湾年线的一个成员 所以我们觉得 大概不会影响对台湾的态度 可是你今天共和党 这党内无法整合 然后美国要 我不晓得他下礼拜 选得出来选不出来 你看上一次选了15轮 这次不是还要选多久 然后你选不出来之后 是不是就站待 然后看到底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乱的情况 至于Pelosi这个 我觉得McHenry也是有一点点过分 因为之前 佩洛西就是之前的共和党议长 下台的时候 他办公室让你保留到 你自己可以清干净为止 你退休了的 当然就应该可以 就是稍微有一些尊重 让你等你退 你下来还不一定就退休 然后等你退休你自己拿 那裴洛西还没退休 而且他现在好像看起来 还要再选一任了 如果他没有下来 没有离开国会山庄 你这时候就把他的办公室 要去收回 也真的有一点点小气了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 共和党在这一些方面已经就是说美国两党在议会里头彼此稍微有些信心相惜也好 尊重也好 大概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 就变成是恶斗 恶斗的结果 麦卡锡是两面不讨好 到最后自己下台 这边还有一个很戏剧化的细节 在这边 除了我刚刚讲到说麦卡锡因为过去有提出弹劾拜登 让民主党觉得很不爽之外 还有说压垮最后一根稻草是因为麦卡锡还有点白目白目的去接受访问 然后他在访问当中说政府会关门就是因为民主党 所以就是有这个民主党的消息人士跟滑油透露 民主党因为看到了这一个这样子的指控 就说你怪到我们头上 所以他们就决定说最后下这个可能说统一的这一个指令 就是208票都不跑 然后让他就这样子拜拜了 就直接送他走了 我们来问一下舰长 事实上来讲 那个刚刚无论是大使或者是严老师都提到说 15轮的投票 然后才选出来的这个议长 他事实上只干了9个月 那他只干了9个月 那他在9个月之前 也就是说他整个的从2007年他担任 那个国会议员的时候 他的表现又是什么 他跟地方的连结是什么 那我们在台湾的那个媒体 其实是没看到 可是央视的预冤谈天 他把这个统计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从2007年到2022年 他所有的提案 他通通一共是113个提案 那事实上通过的只有10个提案而已 也就是通过率其实很低 而且他集中在三个区域里面 那第一个区域 也就是国会议程的部分 国会第二个也就是武装部队 和国家安全的部分 所以他之所以会跟蔡总统访问 访问美国的时候 他会去 也因为跟他的提案有关 最后一个是政府运作与政治 如果是这样的话 然后按照媒体的披露 也就是他在 他为了要减少他的争议性 他尽可能的没有跟他的地方的选民 开各种的会 像例如说现在要 我们台湾同样也要大选 我们看到很多的 立法委员到公庙 或者是进行开什么客厅会 跟选民进行连结 但是我们来看 其实麦哈锡他官越做越大 事实上他离选民越来越远 那这一次他又不幸的 只做了9个月 他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连任 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 所看到的 开头所说的 他未来是不是还能够 继续的担任国会议员 这件事情 可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好 你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回来 谢谢大家